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电动车的控制器 电动车的控制器呢,其实也是可以维修的 我们看,这三根线是电机的线,是三项线 这两根线是一个电池正,一个电池负输入线 这个线上面都有标注 断开48伏,连接60伏 也就是改变我们芯片输出频率的,从而改变它的电压 这根线是对差反转 这个是指示灯,也就是故障指示灯 这个是对差以后提速 应该是能够改变转把输入的加速电压 这个线是门锁线 这个线呢是接在这个位置的,这段是正电 当正电给这个门锁线供电以后,这个低压电源就工作了 这个线是倒车线 这三根线就是我们的闸把线 绿色是信号线 紫色是供电5伏,黑色是地线 这个是高电瓶刹车线,这个是低电瓶刹车线 这个应该是测速线 这边还有霍尔线 这些线呢要识别也并不难 因为我们这个壳上都有标注 这端还有故障灯 不同的闪烁,不同的故障 它的内部电路也是有机可循的 首先这边是48伏供电 这两根粗线,一根是正级,一根是负级 这个功率管是18管的 也有管数少一些的 当然也有多的 这三个线是输出的三项线 这一端是通过这个门锁线 把我们的48伏电源引进来以后 通过100欧电阻加到U3012这个芯片 通过电感降压以后降到15伏 给我们的长管进行山极的驱动 主要是给驱动芯片供电的 然后再经7805 78L05降压降到5伏 给运放供电 最后通过S1117把5伏电压降到3.3伏给单片机供电 这个单片机的型号是STM32 内部是有程序的 如果单片机烧了的话 必须换带程序的单片机 这个单片机呢 除了受 闸把 这个霍尔的控制 是三根线 有信号线 供电 接地 这个信号的高低 就能够加到单片机 然后进行 速度的 设置 另外这个运放是检测电流的 它具有电流 乘比例放大 反馈到单片机 进行电流的控制 还有一个电流的保护 当超过一定的值 进行保护 这个运放应该是检测电池电压的 当电压低到一定的长度的时候 给单片机提供反馈信号 进行相应的动作 单片机输出的六路信号 直接加到这一二三个驱动芯片上 这三个驱动芯片的型号是FD2203 通过它 把驱动信号放大以后 加到我们的功率管 这个功率管是三个和三个并联的 组成了六组 六组又是两组和两组 组成一组对管 驱动我们的电机 霍尔线反馈回来的信号 加到这几根线上 然后有一根是供电 5V 一根是接地 中间三个线是 HA HB HC 反馈到单片机 进行位置信号的检测 它的内部电路大概就是这样 发生相应的故障 我们就检测相应的电路就可以了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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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